嗨大家好 我是杨小胖 我想这期现在聊点啥呢 比较好玩的一个话题啊 我为什么能做短视频 其实很简单对吧 这属于中视频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带来额外的收入 哪怕死坏把坏对不对 说白了我是穷人 一毛我也不减少 反正也是白打的钱 我只需要坐在镜头面前阐述一下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我在某方面的专业的支持领域 我去讲一下我就可以赚到这个钱 包括我现在是二车厂 我也希望有人通过认为我这个人说话 对吧 说真话办此事 来找到我购买二手车 这就是我做短视频最终的目的 我还做了一个号专门说二手车的一个号 那个号我现在没怎么更新 一直在更新这个号 大家可以看我的名字叫什么 杨小胖那种咸识 很简单 我做视频的目的没有说 真正意义的固定的我就讲什么 我就说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那种东西太功利太物质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话题去说 真的就是包括我家搞这个 宠物救助 搞狗救助的 我也可以拿出来单独做的话题去搞宠物救助 对吧 但是我在我看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包括今儿有个朋友问我 你记得你以前讲狗来的 那是我之前那个账号 那个账号我讲过狗 我什么都讲 有些时候可能看到某些新闻 我的观点可能和绝大部分人观点不一样 我也会拿出来说 对吧 包括我最近烙这个楼道也好 烙这个国产车也好 还有然后这个 机械加工也好 反正怎么说呢 在我看来 话说的过分真实的情况下 有些人会出来阻止你说这种话 就不要你说了 就把你给干掉了 明白吗 你要知道 我这个 名人也好 包括我现在做的好 就是非常广泛的一个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说在镜头面前就说去呗 左溜有人看就有钱 就包括其实我最值得赶进的地方 也挺悲惨的 我从去年做短视频开始 我的奄言 正式得了奄言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说的人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一直是感觉能靠说正前这些很好的事 但是无奈现在得了奄言 我也真心感谢这些关注我的人 就我一天坑卡的 半死路火的还有人能兼职看完我的视频 能听完我说话 我也真心感谢大家 这是一个最真正的想法 无论我讲的是什么 但是最起码这些人对我而言 是一种莫大的群众 对吧 说实话当表着 咱就别立排放 这就是我来这里所有的初衷 所有的目的 你们现在没看到我的视频 对我而言都是有收益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是凭良心在讲事 我在分享我自己的经验也好 我自己碰到的事情也好 甚至我自己还有点几段灵异的事件 我可能会后续会给大家讲 但是说白了这个东西 审查太严了 我上个那个号 也讲了 但也都被封了 我可能会涮用原去讲 包括我做的视频你会发现字幕都是错的 因为我根本就懒得去 改 知道吗 就是说实话 这种东西确实给大家造成了 看起来不舒服 我也向大家道歉 我尽可能以后的视频 或者说好好做一做这个视频 就是争取 一段一段剪 我合适的这个镜头之后 我剪掉 好好去做一段视频 让这些更多关注我的人 就是 怎么说呢 真正的 喜欢上我这个人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说 一直在说这个 这个这个 国载车吗 今天得罪 两万多的 粉丝的一个 大哥对吧 我是啥呢 无意当中看着他一个讲什么 什么买合资车就有面子 我把这视频停了一下 我就发现 和所有那个无脑出来的人基本都是一个道理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就发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其实我没合计他能来 我一个1000多万小主播能把你整来吗 没合计的过来给我留言了 留言之后 我因为啥呢他的观点我不赞同 那我就很多视频说实话 是 针对他的一些问题我做得回答 包括我上期视频发了 被献了 我现在发什么 他看不到了 对吧 就据收我的消息了 但他发的信息我能接到 我没有必要屏蔽的 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就说 通过一件事大家自己 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了解 他 那个他有一段记录 我忘了 说什么一天发视频 赞个千八百 我没有那么多 我一天视频好的时候 是不是万钱 对吧 咱小路不咱没有那两下的 对吧 你要知道 你从他名看 叫正能量说国产车 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 心里非常激动 正能量说国产车 那一定 很客观的评价国产车 后来我发现了 所谓的正能量说国产车 那就是 国产车好就正 国产车不好就负 如果负能量做国产车 那就是一味的买天摩天 国产车的 如果正能量 在我的心目中啊 那基本上不能说完全 对吧 当表着还得有力 还放进来 100个国产车 最起码才的口供98个是好的 最也得挑出两个不行的 对吧 要不呢 太特意而为止了 就这么一个人 从屏幕 从起名那天开始 他就已经想好了 正能量说国产车 大家自己分析这个题目 首先 国产车 所定的一部分国产车的人群 正能量 对吧 肯定是夸国产车的 现在依然有很多汽车是小白 看那只是表面这些东西 对吧 欧国年轻人很愤情 对吧 你要说爱国 必须得爱国 国家什么都好 就没有不好的东西 无脑的去 确实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好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 能不希望吗 但是看到问题了 不去解决 一概而知 拿嘴去捋 就说白了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 提出国产车的各种不足 他不会去进步 进步啥呀 对吧 就卖配置就完了 我车友都不需要考虑三大件的 能开走就行 对吧 现在这车卖不动了 我再加点上配置 不行我再加点上配置 配置是车里边最好加的东西 说白了 加配置 有手就行 但是你真正工夫调 比如想调发动机 调底盘悬挂 那玩意就需要核心能力 那玩意有手 不行 还得有脑 但是说白了 现在在我看来 动脑挣钱 费劲 需要时长时间长 很长 时间去琢磨 去研发 才能获得手艺 对吧 卖配置说白了什么叫配置 就是我自己买个屏幕花500 我装到车上卖给你 3000 我挣着2500 对吧 我乘个多功能座椅 成本300 卖给你1500 我挣1300 这来钱哪里多快呀 对不对 加就完了呗 对吧 我把自己的车 定价 维持在一个普通老百姓还能接受的程度 然后呢 我就加配置 对吧 有一天我发现我现在这个套路 对吧 合资车可能配置也上去了 那怎么办呢 我再多加点配置 我少挣点钱 总而言之 把钱赚到手里面 这才叫王道 这就是我暂时理解 我们国产车的定义 肯定不能说对 全对啊 肯定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记住一话 这个世界最聪明的司机是谁 是出租车司机 拿谁样为例 中华车 比陵木 你叫天狱 还什么玩意呢 陵木有个轿车 我忘了是什么玩意呢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吧 跪的好像一万多 一万多车到两万块钱 为什么有人还花这个价 选择这台车 不选择中华 直到出租车司机 是最有权利评价 车的 最起码他开过的车 那一年再说 一百万公里 七八十万公里 太正常了 对吧 没有司机是傻的 为什么伊兰特 曾经在 在沈阳 对吧 出租车干这么多年 我们都说韩国车这么好 不好那么不好 为什么伊兰特干这么多年 对吧 地豪也有 比亚迪也有 我都看过 中华我也有 但是你看看马路上 为什么这些低价的 卧带者没有人去买 出租车机为什么不买 反而选择这些稍微贵一点的东西 大家自己考虑 自己去想 对不对 好 今天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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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